Videonix V1網 私家廚房 美姐廚房休假 我帶你去找大廚偷師 馮美姬美姐 傳媒之後醉心廚藝 還將她入廚心得共諸同好 為了精益求精 她還四處找食兼偷師 西圓是美之年推介食府 招牌菜式多不升數 要數最特別、最傳奇的 就非著士湯莫屬 這是著士湯的材料 這就是著士湯的材料 這就是著士湯的材料 有典故的 曾經鄧紹堅的著士 真的拿著名貴的材料 來西園 叫他們幫他煮這個材料 所以叫做著士湯 以前鄧爵士拿來的響裸 現在用美國裸頭 對, 走完了 以前用新鮮響裸 花膠 當然用漂亮的花膠 花膠就沒那麼漂亮 但我將它平民化了一點 味道跟以前出入不會太大 首先將老雞、豬腱、上骨、雞腳和響裸 先將它全部出水 湯會清很多, 沒有髒 一加料煮湯 對, 先加豬骨 響裸 雞醬 和碎柱 放一塊薑 先煮一小時 現在放老雞和豬腱 好, 先放半小時 好 這個是秘密 好像女人化妝前化妝後 原來秘密在這裡 你說吧 首先整個麥瓜 連皮和核都不要浪費 是 皮和核起出來就用袋子 拿出來 肉就用來打溶 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個打溶 對, 打完溶就這樣 對 倒進去一起煮 那是不是現在煮了 可以了 好 好 好, 麻煩你了 現在是沙心肉粥 對 那個秘密 這個才厲害 這個就是精神 對, 花膠 花膠 大概再煮一小時就行了 我等了幾小時了 現在可以了, 試試 真是天下美味 真的嗎? 很清 對 而且麥瓜味 甜味很… 對, 很柔軟 很低調 完全沒有奪到的響裸味 對 響裸味也是在這裡 真的可以 煲湯的話, 麥瓜就不要選太熟 怎麼看熟味呢? 其實看它的顏色 是 它的深, 例如蜜綠色 綠色是夠深的 不是白的 這個麥瓜就會熟 麥姐私房菜 以後會每個星期 出訪各大名廚 偷師學藝 反正 倒下來就剪了 左手就這樣 右手就這樣 下次麥姐會繼續捉著大廚 學做西圓另一名菜 蝦子扒柚皮 很刁鑽 我們在家裡是蘸油的 但我們做呢 我們拿去炸的 不是他做的 是我做的 乳姐 而我們在家裡 是西家廚房 這次的 樓梯 是西家廚房 鑽 下來 感谢观看